这个男人睁开双眼,赫然发现自己身穿背心炸弹 紧接着便得知炸弹里装有运动传感器 启动后必须保持移动,否则就会爆炸 究竟是什么人如此丧心病狂 男人又该怎样化解危机呢 大家好,我是探长K,欢迎回到不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犯罪区049号大案倒数救援站 2023年的西班牙马德里 桑迪是一名从业多年的D-14机 这天他又忙了一个通宵 早晨接到一名前往机场的乘客 等抵达目的地,桑迪拨通妻子的电话汇报平安 然而就在下一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滚滚黑烟从机场喷涌而出 还不等人群反应过来 第二道爆炸声紧跟着响起 局面瞬间变得宛如炼狱 此时桑迪才挥过神 急忙下车走进惊恐的人群 发现有不少人当场丧命 更多的则是会在亲友尸体旁无助痛哭 在这一片混乱中 桑迪看到一个满脸鲜血的年轻男人 或许是对方和自己儿子年龄相仿 桑迪毫不迟疑地驾着他坐进D-14 准备前往最近医院 然而汽车刚一发动 那男人忽然目露凶光 随后猛地掏出手枪 威胁桑迪带自己离开城市 这样的变故让桑迪瞬间梦了 没想到自己救下一只白眼狼 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硬着头皮向前驶去 与此同时 桑迪的妻子劳拉已经得知 机场发生爆炸 急忙叫醒儿子罗尔 并尝试与丈夫取得联系 可手机刚响起便被男人抢走 等逃出机场 男人解开外套 他身上竟穿着炸弹背心 桑迪见状倒吸一口凉气 瞬间明白 这男人是个恐怖分子 那么刚才的爆炸 就是一场恐怖袭击 桑迪心中暗暗叫苦 我一片好心 怎么就上了贼船呢 正当桑迪带着男人逃离时 劳拉姆子和桑迪的好友 火急火燎地赶到机场 但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 他们根本无法进入 只能去附近的医院寻找 路上 好友想通过对讲机联系桑迪 但桑迪正被手枪指着 哪里敢说一个字 只能任由好友中断通讯 这让男人逐渐放下心 开始用矿泉水 清洗脸上的鲜血 随着恐怖袭击爆发 政府第一时间成立调查小组 由军方高层皮拉尔 担任指挥官 技术人员通过反复查看监控 和整理情报 很快确定 这场袭击共有三名炸弹客 其中两人成功引爆 唯独名叫柴特的男人 不见踪影 不知是炸弹失效 还是什么原因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大概率还活着 此刻 柴特还不知道 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与桑迪来到城外加油站 在便利店购买钳子与螺丝刀 结账时 桑迪瞟见上方的摄像头 内心稍稍松了口气 他明白自己的行踪 很快就会被发现 但柴特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挟持着桑迪走进卫生间 很生命气蹲在角落 随后脱下外套 拿起钳子 深吸一口气后 缓缓靠近炸弹背心的电线 桑迪现状反应过来 柴特要亲手拆除炸弹 可看着他紧张到扭曲的面容 桑迪明白 这家伙也没有底 这让他的心瞬间悬到嗓子眼 吓得秉息凝神 不敢呼吸 而柴特已经满头大汗 却还是硬着头皮按下钳子 只听咔嚓一声 二人的心脏仿佛都停止跳动 好在想象中的爆炸并没有到来 炸弹被顺利拆除 在平复情绪后 柴特开始整理现场 忽然举枪对准桑迪 显然是打算杀人灭口 可看着桑迪脸上的哀求之色 在想起他刚才的救命之恩 柴特犹豫再三 还是无法下手 只能让桑迪拆下车上的 对讲机和定位器 再度上路朝远方驶去 指挥室内 调查小组叫来一名 被关在监狱的恐怖分子 威逼利用 让他供出与三名炸弹客 接触过的男人 大皮特警随即展开抓捕 而那男人也提前觉察到不对 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尽管他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连连转移 最终却还是没能逃出天罗地网 另一边 劳拉三人已经找遍医院的病房 和停时间 仍没有发现桑迪的下落 他忽然想起 D式的GPS定位系统 联盟打开手机 看到桑迪已经出城 好友见状为之一阵 马不停蹄的带二人赶去 却只在地上 发现被碾碎的定位契格对讲机 而便利店的店员也已换班 不清楚桑迪有没有来过 线索就此中断 三人只好先回家 把事情交给警方处理 但他们却不知道 调查小组 已经拿到便利店的监控录像 并看出桑迪正被柴特挟持 皮拉尔当即派人 找来柴特的母亲和姐姐 向二人询问 关于柴特的具体信息 柴特姐姐回忆说 自从柴特去中东旅游后 就变得不正常 或许她就是在那时 加入的恐怖组织 而柴特母亲则万念俱灰 她已经看过新闻 以为儿子必死无疑 皮拉尔见状联盟解释 柴特应该还活着 希望二人收到消息 能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听到这话 柴特母亲袭击而起 只希望儿子能够平安 随着柴特母亲带着女儿离开 那名可疑男人 也被押到指挥铺 可惜的是 死人只是三名炸弹客的室友 对恐怖袭击并不知情 逃跑也是害怕被牵连 眼看忙了半天 没有任何收获 调查小组的成员坐不住了 提议对柴特发出通缉 皮拉尔听了联盟拒绝 毕竟柴特手中还有人质 眼下还没到鱼死网破的地步 他决定再等几个小时 如果调查还没进展 那就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 但皮拉尔不知道的是 柴特二人已经来到一座大坝旁 他将桑迪的双手绑在方向盘上 随后拎着炸弹背心走上大坝 奋力丢进水中 等柴特返回 桑迪表示自己要去一旁方便 他趁机捡起石头 狠狠向后砸去 不料柴特有所防备 闪过偷袭 与桑迪扭打起来 混乱中 二人一同滚落山坡 柴特恼羞成怒 拔枪抵住桑迪的胸膛 可他却没有扣动扳机 而是满脸痛苦 仿佛陷入强烈的煎熬 最终如虚脱般瘫倒在地 这一幕让桑迪明白 面前这个大男孩并非坏人 便和他坐在大坝上 谈起了心 桑迪顺势问起 为什么没有选择引爆炸弹 柴特的回答很简单 因为害怕 他曾被头目许诺 说死亡前会见到真主 但当柴特准备引爆炸弹时 眼前却浮现出母亲的面容 他害怕再也见不到母亲 害怕自己的死让母亲悲伤 所以才会选择放弃行动 听完柴特的讲述 桑迪心中泛起一阵不仁 劝他去主动自首 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母亲失望 话音未落 柴特的目光变得坚定 他微微点头 明白桑迪说的不错 于是决定回到城里 向警方坦白整件事的真相 可二人却不知道 恐怖分子头目 已经发现柴特临阵脱逃 派出杀手 打算清理后患 而更糟的是 桑迪因为彻夜没睡 和长时间驾驶 一股倦意突然袭来 他只觉眼皮越来越重 不知不觉间缓缓闭上 紧接着汽车失控 砰的一声撞破护栏 冲进树林中 万幸 桑迪并没有受伤 他挣扎着钻出汽车 趴下查看柴特的情况 却发现后座空空如也 桑迪连忙起身寻找 看到柴特一动不动的倒在远处 这一幕让桑迪心中天人交战 毕竟柴特可是危险的恐怖分子 自己就应该趁其逃走 但想想柴特说的那些话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最终还是决定帮助这个大男孩 经过一番抢救 柴特逐渐恢复意识 而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 是爱求桑迪不要丢下自己 听得桑迪心头一软 内心如此脆弱的人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于是桑迪扛起柴特 背着他手脚并用爬上山坡 桑迪将虚弱的柴特放在一旁 自己则站在路中央交集等待 柴特忽然开口 请求桑迪把发生的一切告诉母亲 他眼中的光芒正逐渐黯淡 似乎对未来已经失去希望 接着 柴特又掏出一串手链 真是母亲亲手编制 对他意义重大 只希望桑迪能将手链还给自己母亲 看着已经绝望的柴特 桑迪接过手链 答应他的请求 却也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一年前 桑迪的大女儿因癌症离世 桑迪因此陷入自责与悔恨中 和家人的关系也日益疏远 今天柴特的行为让他明白 家人永远是最重要的 所以桑迪发誓 一定会带他去见母亲 就在这时 道路拐角忽然驶来一辆汽车 桑迪顿时大喜过望 上前请求对方帮助 柴特也挣扎着想要起身 然而在看到来人的样貌后 他瞬间如水冰枯 因为那正是头目派来的杀手 杀手没有理会桑迪的话语 举枪朝柴特 口同扳机 眨眼间便夺去这个年轻人的性命 而后来到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桑迪面前 碰了一拳送他进入梦乡 对此尚不知情的劳拉已经回到家 罗尔则看起过去拍摄的视频 里面有母亲 父亲 还有病重在床的姐姐 看着昔日的画面 罗尔只觉心如刀绞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家庭会变成这样 正当他悲痛时 屋里电话突然响起 正是皮拉尔打来 他把劳拉姆子叫到指挥室 说明桑迪的遭遇 并要求二人留在这里 直到警方救出桑迪 不知过了多久 桑迪迷糊糊的睁开双眼 但下一刻便猛然清醒 因为他发现自己竟被穿上背心炸弹 还不等桑迪搞清楚状况 面前的手机忽然响起 正是恐怖分子的头目打来 他决定让桑迪替柴特完成任务 说着提起背心炸弹里装有运动传感器 必须保持步行才不会爆炸 这番话让桑迪悲愤交加 质问头目为什么要伤害自己 但头目却懒得解释 毕竟他只是为了发动恐怖袭击 是谁造成的根本不重要 随着电话挂断 背心炸弹的计时器突然亮起红光 桑迪明白炸弹已经启动 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发现自己身处于一座艺术馆 他本想向路人求助 可一看到背心炸弹 路人便被吓得四散而逃 就连保安也是两股战战 根本不敢听桑迪解释 好在警方很快收到消息 疏散民众的同时封锁现场 并叫来了拆弹专家 紧接着皮拉尔匆忙赶来 就在他了解情况的同时 拆弹专家已经和特警们走进艺术馆 桑迪现状连忙伸手解释情况 拆弹专家则丢给他一个耳机 随后小心翼翼的上前检查炸弹 这时皮拉尔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他先是安抚桑迪 接着便问起具体情况 在得知四季家人已经被接到指挥部后 桑迪竹捅到豆子般详细说出今天的遭遇 并提起柴特已经丧命 这让皮拉尔大失所望 毕竟抓捕柴特才是他的第一任务 二人交谈间 拆弹专家已经检查完炸弹 他拿着恐怖分子留下的手机 与特警一同撤离 可等皮拉尔播出最近通话 却发现那是一个空号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 毕竟对方是心思缜密的恐怖分子头目 拆弹专家也描述起具体情况 炸弹背心下方有一个内置定时器和电话 显然可以被远程遥控 而运动传感器已经激活 无法直接拆除炸弹 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桑迪转移到空旷地带 再让他站上跑步机保持运动 自己用电锯锯开炸弹背心的三把铁锁 听到这话 皮拉尔当即寻找最近的空旷地带 最终锁定一片工业区 可他还没来得及下达命令 恐怖分子头目突然打来电话 对方已经查出皮拉尔的身份 开门见山的表示 要让桑迪前往市中心 并威胁说如果五分钟内还没有新闻报道此事 自己就会引爆炸弹 这下皮拉尔别无选择 只能先答应头目的要求 随着桑迪战战兢兢地走出艺术馆 别开生面的场景出现在众人面前 已经被封锁的大街上 两辆摩托开到五名特警护航 路中央桑迪缓缓向前 后方则跟着黑压压的警车 桑迪明白自己这次凶多吉少 便请求和妻子通话 留在指挥部的警员连忙找上劳拉 听着丈夫的声音 劳拉一时间欣喜若狂 当即就要去见桑迪 但桑迪怎么敢让他过来 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遮遮掩掩掩地含糊其词 A旁的警员觉察到不对 上前就要抢夺手机 却不料罗尔悄悄打开社交软件 通过直播看到身穿炸弹背心的父亲 同时各大媒体也开始争相报道此事 所有市民的心瞬间救了起来 不约而同地关注起桑迪 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皮拉尔的上级打来电话 命令他尽快处理此事 可皮拉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觉一个头两个大 决定先下车抽烟缓解压力 就在他前进时 忽然注意到电脑屏幕中的直播画面 瞬间灵光一闪 有主意了 皮拉尔联盟召集调查小组的所有人 表示美国现在还没有到白天 既然恐怖分子头目向全球直播 那他短时间内就不会引爆炸弹 警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找技术人员伪造一段 桑迪在大街上行走的画面 让各大媒体播放 一张瞒天过海骗过恐怖分子 再趁机帮桑迪拆出背心 至于那些围观路人 就只能先关闭整座城市的互联网 让他们无法上传视频或直播了 这个计划乍一听十分疯狂 但众人沉思许久后 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便同意让皮拉尔放手一搏 可就在警方准备行动时 指挥部里的罗尔坐不住了 他无法接受自己父亲命悬一线 于是顾不得母亲的劝阻 直接冲到警员面前 歇斯底里的表示要和父亲交谈 警员见状只好帮他拨通电话 一听到儿子的声音 桑迪的情绪瞬间来到崩溃边缘 他可以接受自己有生命危险 却不愿引起家人的担忧 罗尔提起死去的姐姐 提起这一年来一家三口压抑的心情 哀求父亲一定不要放弃 他们已经品尝过失去挚爱的痛苦 如果桑迪在今天葬命 那么罗尔和母亲就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希望 听着儿子发自内心的话语 桑迪直觉体内升起一股力量 支撑着他继续前行 桑迪向罗尔保证自己不会有危险 因为正义永远都会战胜邪恶 而仿佛是在印证桑迪的话语 警方已经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他们先拍摄一段桑迪还未抵达的道路 随后用软件把桑迪和警车加入其中 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时恐怖分子头目正在观看新闻直播 在确认一切都处于掌控之中后 他联系上手下命令对方开始计划 却不知道因为这通来电 手下的藏身处已经被调查小组发现 还没有全查到危险的手下掏出一部手机 随着他拨通电话 炸弹被新突然启动倒计时 桑迪瞬间慌了神 连忙把此事汇报给皮拉尔 好在伪装视频已经准备完毕 皮拉尔一声令下 整座城市的互联网被切断 紧接着假视频替代真直播 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恐怖分子头目还沾沾自喜地看着新闻 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耍了 桑迪则按照皮拉尔的命令拐进路边小道 负责转移的卡车正在此等候 里面静静放着一台跑步机 桑迪拖着皮妹的身体走进货乡 拆弹专家紧随其后让桑迪在跑步机上保持移动 自己则趁机拆除背心 专家发现背心上共有三把锁 必须全部锯开才能救出桑迪 随着香门关闭 桑迪瞬间被黑暗包裹 他满脸心慌 却只能强撑镇定 将希望寄托在拆弹专家身上 与此同时 恐怖分子头目仍津津有味地看着直播 他忽然觉察到不对 桑迪胸前的计时器怎么没有启动 头目联盟拨通电话 却不知道手下的位置已经暴露 更是在逃跑时被警车撞飞 当场丧命 手机也被两个孩子捡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距离爆炸只剩下最后的12分钟 拆弹专家拿起电锯 缓缓锯断第一把锁 车队也顺利抵达工业区 可就在专家拆出第二把锁时 炸弹背心上的电话突然响起 紧接着倒计时变得混乱 这瞬间让桑迪惊恐万分 但拆弹专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一边安抚 一边拆下第二把锁 而背心炸弹一变的原因 是那两个孩子打开手机 找到第一个联系人 呼出后阴差阳错 打乱倒计时 但危险还远没有结束 所有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 默默祈祷着一切顺利 拆弹专家也集中精神 开始拆出最后一把锁 然而事情却仍在朝着 更快的方向发展 男孩母亲发现藏起来的手机 追问儿子也是一问三不知 他只好打开手机翻找 对着第二个联系人 缓缓按下呼叫按钮 而那正是引爆指令 随着铃声响起 桑迪惊慌失措的看向身后 好在最后一把锁成功聚开 拆弹专家手忙脚乱的 帮他脱下背心 二人并肩向外逃去 男孩母亲也在这一刻挂断电话 只听呼的一声巨响 烈焰如红龙般咆哮而出 把桑迪和拆弹专家掀翻在地 众人见状 联盟蜂拥而来 万幸 桑迪二人并无大碍 皮拉尔也长出一口气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夜幕降临 劳拉和罗尔坐车赶来 一家人袭击而泣 紧紧抱在一起 庆幸着来之不易的重逢 恐怖分子头目 也通过新闻得知计划失败 联盟收拾东西逃走 一切尘埃落定 隔天 桑迪过不得连上的伤疤 主动来到柴特家 将那串狩猎交给柴特母亲 他想以此来告诉这位可怜的女人 你的儿子非但不是坏人 反而有一个善良的灵魂 倒数救援战 是上映于2023年的犯罪电影 如果以五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 RK认为剧情三颗星 本片前半段简单直接 开场便是残烈的恐怖袭击 让男主桑迪阴差阳错下 救出身为恐怖分子的柴特 可就在观众以为二人会并肩行动时 故事风格突然发生转变 桑迪被穿上炸弹背心 主线也变成全程救援 尽管剧情过度合理 却还是给人一阵前后割裂的感觉 好在影片节奏紧凑 后半段的紧张氛围也营造的颇为不错 只是RK我看着看着 总有一种生死时速的即时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而在影片最后 恐怖分子头目成功逃脱 小伙伴们认为 他是否会报复桑迪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RK一定会尽力满足 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拜拜